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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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是人生大事 新人都想舉辦夢想中的婚禮 但在疫情之下 不少準新人在籌備婚禮的時候 都會遇上困難 例如視察場地 現在都會有所顧慮 Pieter是網上婚禮資訊平台的創辦人 他說由去年開始 不少場地的生意都受到影響 年代減少了他們的廣告收入 於是他引入婚禮場地的虛擬實景技術 除了方便新人視察 亦都希望為場地增加曝光率 他說很多場地都有提供全景相片或影片 但虛擬實景帶給新人的體驗截然不同 希望在場地界推廣 就是說要將場地數據化它 經過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數據化的程式演算了之後 就可以將整個場地的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細節都可以用一個 Data的影識 Capture了 你收集了這些數據的時候 就可以呈現到一個3D的模型出來 例如可以讓新人看到 原來前廳或主場地的樓高是有不同的 場地與場地中間的對比 或者不同地方呈現到位置空間的感覺 都可以經過數據化的模型 可以呈現出來 場地的主要位置 例如舞池或樓底的尺寸 在網陣內已經標示好 由於影像資料已經數據化 透過點擊屏幕 就可以直接量度到點對點的距離 例如上面天花板 其實你會留意到 歐與歐中間 其實都可以做不同的設計 和吊飾服務 但如果你說是真的以前這樣 就敢於單把梯上去量度的話 真的非常免失事 通常要空氣的場地 差不多兩個多小時去做一個量度 但現在我們經過 紅外線的測試功能 將整個場地 數據化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演算 在歐的上面按一按 然後將另外一個歐的位置 都按一按就可以見到 其實差不多是四米左右的距離 因為都可以省到新人 他們可以直接知道那個場地的Dimension 亦都可以幫助到 省到不同的酒店 不同場地的時間 去安排人手去幫他們做些度尺功能 初步了解場地之後 新人就可以更快篩選出自己心意的選擇 分禮製作公司 亦都可以盡快準備需要的器材或裝飾 兄弟姊妹亦都可以盡早部署 進場的路線和佈置 現在他們的資料庫 有過八個延門場地 而同樣的技術 都可以用於會議或展覽地方 由年初到現在 差不多超過八成的這類活動 就完全是取消 以及要延期了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都影響了酒店的宴會 和會議的收入 連帶酒店的房客的入住率都大跌 國際大型展覽或會議 他們的場地 往往在一年 甚至兩年前就安排好 酒店認為平台上提供了不同場地的概覽 在疫情之下 都可以增加他們被外國客人挑選的機會 很多國際會議的策劃人 都有用虛擬實境的技術 來進行視察場地 我們覺得香港也要與時並進 酒店接納了這個方案 方便我們潛在的客人 能夠可以很輕易易舉地去視察場地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做到一個 非常有效宣傳酒店場地的一個渠道 這個服務未來希望覆蓋餐廳 和更多展覽場地 為活動舉辦方提供更多選擇 有研究指出 可以用來生產飲品膠瓶的塑膠 全球每年的產量為7000萬噸 這些不能夠截然分解的塑膠 就成為了環境污染的其中一個源頭 有生化公司指出 只要用一層PEF的膠膜再配合子瓶 就可以為飲品市場的包裝 開創一個環保的新局面 因為它們的層PEF 是非常好看的 從一個保障的角度 你不需要這個厚度 例如很多應用 你可以用一個更多的瓦瓦 這因爲 PEF 和這個紙瓦瓦 是非常好合適的 因為紙瓦瓦瓦會從紙瓦瓦 你只需要一個紙瓦瓦瓦 讓保障礙產品維持好 現在市場上的膠樽 普遍都以PET聚資製造 要分解就需要幾百年的時間 而有新聚資之稱的PEF 由於具植物性 在一般環境之下 只需要幾年的時間就可以分解 而與PET塑膠相比 PEF塑膠的用途一樣廣泛 為非食品製造 公司正計劃三年後開設廠房 正式大量投產 負責人更加積極尋求 與一些重視環保的飲品企業合作 在根 citation ño坦浮 ole高 甚至達或一般瓦瓦瓦 Res恩 在明10 Vielen 瓦瓦瓦瓦 而言 現在他們就將產品的樣本放置在不同環境 例如清水、鹽水、泥土及碎石 希望觀察他們實際的分解情況 製造出可以在不同環境之下都順利分解的校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